她對我不是母親的愛而已了 是那種真的很像 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就是親我這樣 很餓 禁寶日前被問到女友是誰 竟然填回 就是媽媽 這到底是真的 還是Baby L11日出席 打言活動 給出答案了 她是真心的 她沒有在歐伯來喔 而且她的件事情有點嚴重 就是連她爸都會有點 小小吃醋的那種 她對我不是母親的愛而已了 是那種真的很像 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她很迷戀我 她有時候 有一次喔 我們去看演出 然後她就說 媽媽 我有事情要跟你說 我說什麼事 然後她就這樣把我的臉 掰過去 然後她就這樣 親我 就直接強吻你 就是 然後我就會嚇一跳 這樣說 這是什麼偶像去情節啊 我是你媽耶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對我 而且她對我會這樣 做一個這個動作 就是她發明的耶 就是親我這樣 她真的很愛我啦 因為我跟她去看演唱會嘛 結果後來阿妹不是有一首歌 裡面就唱到 你根本犯賤 然後大家就要去吼犯賤 這樣 後來她就問我說 媽媽為什麼大家喊飯店 然後 然後 我就說 敬寶他們不是喊飯店 他們喊飯賤 妳有直接跟她講 對 然後她就說 那飯賤是什麼 我說 喔 飯賤 那個 那個是罵人的話 你先不要學 這樣 就她一整路都在等 三天三夜這首歌 然後我就說 差不多了 快了 他們歌單不是變來變去 我以為她會前面唱 結果我們 我們那天的是 她是最後一首歌才唱 但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聽到 有些part 感覺好像快來了 這樣 我說 敬寶快快 三天三夜要來了 要來了 然後 她就很期待 結果沒唱 她還是沒唱 三天三夜 她竟然對我生氣 她說 媽媽 妳騙我 妳不是說 等一下是三天三夜嗎 然後我整個也被她激怒了 我就跟她說 敬寶 阿妹不是只有 三天三夜這首歌好聽 她還有很多歌好聽好嗎 而且 演唱會不是媽媽辦的 媽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三天三夜才會出來啊 結果後來終於最後一首歌 三天三夜 終於出來了這樣子 很好笑 然後我自己很high 你知道我看那個演唱會 我跟附贈在裡聊 我說這真的是我看過 人生史上最壓抑的一場演唱會 我很high但我不能夠怎樣 但是我上半身是非常high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回到家的時候 手臂其實蠻酸的 因為一直要做這些動作 三天三夜最後ending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它是最後一首歌 我不忍了 我就站起來 但我沒有跳 我沒有跳 我只是站起來 然後我就這樣 三天三夜三個半夜 然後再坐回來 跳舞一樣 停歇 然後還附身看到我 他也就跟我一起 我們兩個就互看 然後等到三天三夜 我們就一起站起來 然後對 三天三夜三個半夜 三個半夜 停歇 超壓抑的欸 而且你知道 我們坐在那個貴賓台啊 它不是搭起來很高嘛 所以其實它會晃 對 然後我想說 老爺 很有力喔 大腿在那邊打拍子 然後整個 台都會搖這樣子 超好笑的 所以說Ella跟傅政 那段三天三夜 現場版喔